万万没想到,陶阳来头这么大,难怪他敢看不起德云社众师兄弟 直到听到正好说出这番话,才明白原来陶阳的京剧神童称号是真的实至名归 难怪他敢看不起其他师兄弟 此前陶阳在参加节目时,曾十分嚣张地表示 本以为是陶阳太嚣张,却不料人家是真的有嚣张的资本 陶阳与陵等人不同,他是年少成名 十岁那年,就已经把能参加的节目晚会都参加了个遍 把能合作的京剧老艺术家都合作了一个遍 那会儿的陶阳恐怕还在炸酱面馆做服务员呢 正好老师曾这样评价陶阳 我告诉你,陶阳在20岁以前,中国所有你能叫出名来的有级别的晚会,人家全参加过 早年正好在电台做主持,某次电台领导请到了陶阳做嘉宾 那会儿是正好第一次见到陶阳,和于谦老师的出印象相同 在见到陶阳之前,他们不信世界上有神童 见了陶阳之后,他们是真的信了 虽然年少时成就很高,但陶阳的童年经历却不比月云鹏等人少多少 当年意外发掘到陶阳的京剧天赋后,父母便将他送去了京剧团少儿班学习 某次比赛期间,陶阳被评委王福冬一眼看中 决定将其收为弟子,带去其他城市发展 起初为了儿子的前途,陶阳父母也同意了 可他们没想到的是,陶阳这一走就彻底销声匿迹了 王福冬根本没联系过陶阳父母,反而还将陶阳当作摇钱书 不让陶阳上学,整天带着他出去表演赚钱 很快,陶阳的名气就打了出去,甚至还接到了春晚的邀请 可陶阳父母却不干了,他们忍受不了儿子一走就没了消息 甚至王福冬还将陶阳的名字改为了王陶阳 于是某天,天津大剧院门口便发生了著名的抢陶阳事件 陶阳刚表演结束,就被父母一把抱走 笑得微观群众赶紧报了警,之后才知道原来这是闹了个乌龙 最后陶阳春晚也没能参加,直接被父母带回了老家 经历了这些事情之后,陶阳也逐渐变得成熟老成起来 直到遇到郭德刚,他才终于没有辜负自己的天赋 那么对此,你们有何看法呢?